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如果绝放一次的话 新鲜感都很难维持 又造成空气污染 烟火和无人机表演 虽然各地都有 但是维港是独一无二的 我认为任何为我们的海港 增添吸引力的建议 只要成本合理都值得考虑 如果能够定期举行的话 可以给更多的旅客 对香港留下良好的印象 也可以带动更多 岸上和海上的餐饮和观赏活动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是烟花或者烟火的元素 应该适量调节一下 因为定期而且大量发放烟火 的确是有为环保的原则 而无人机的元素 可以大幅度增加 因为它们不会造成任何空气污染 与传统烟花和烟火相比 无人机的可观性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它们可以在空中 组成任何3D的图案和形象 想象力是完全无限制 可以传递任何讯息 这些都是烟花做不到的 而且放飞无人机 并不需要佔用很大的地面面积 也不会阻碍海上的交通 香港到目前为止 只是做过十多场无人机表演 但是以湾仔的夜宾分为例 据报每次都有二十多万人看 也带动了小食当的生意 吸引力应该不成问题 而且低飞的无人机 是所谓低空经济的核心技术 在一千米以下的空间 载人载货 用途极为广泛 经济潜力巨大 也是国家瑞尔发展的新经济领域 特区政府目前已经在多个范畴 应用着无人机去提升工作效率 但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增加无人机的应用 我认为除了在维港 政府还可以在其他地区 举行富有当区特色 讲当区故事的无人机表演 更加可以吸引更多游客 去到全港的十八区 有利发展各区的深度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